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 最近藉由在美國華府舉辦台灣形象展的機會 參訪周邊城市 黃志芳前往馬里蘭州巴爾地摩 了解當地內港再生發展現況 先前還率台灣電動車拓訪團到汽車大城 底特律拜訪美國三大車廠 美國汽車界對我們台灣供應鏈的重視 因為在未來電動車的時代 強調的就是速度彈性 而且電動車將來是軟體定義的 所以它最重要的除了軟體開發跟研發能力之外 就是IT跟自通訊這方面的結合 黃志芳指出美國發展電動車 強調在地製造 友善製造 需要信得過的夥伴形成新的供應鏈 這對台灣而言是個好機會 台灣過去這數十年來 我們跟美國不論是產業 科技 或者是經濟上面 我們都是最好的夥伴 那在地緣政治變動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其實台美的關係是越來越緊密 那我想這次台灣形象展呢 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展現 台灣自通訊產業與美國科技公司 包括蘋果 IBM 戴爾公司已有數十年的合作經驗 黃志芳展望未來電動車時代 以台灣在自通訊產業和汽車電子的優勢 希望能迅速和美國大型車廠建立合作關係 非常非常恐怖的 加速播放 然後再次處理 加速播放 包括 雲